大家好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DSC Chemistry Biology和Economics的讀書心得 我以下分享的只是我個人的learning routine 很多東西可能是老生常談大家都聽過很多次 我只不過是想做一個個人的分享 看看我是怎樣去讀書的 首先我會由Chemistry開始講起 很多人問我Chemistry會不會自己由零開始去寫一本note 老實說我Biology和Economics是由零開始寫的 但是Chemistry我選擇了買坊間的一本精讀 在空白的位置寫回文章 或者用Post-it去貼回文章 這樣就算了 我用的精讀我很推薦這幾本 我不是幫它買廣告 而是我真的覺得它很好 它就是叫做Chemistry in 24 hours 我想它好像Economics也有出類似的系列 但是我沒有買 我只是買了它Chemistry 你會看到它有Book 1,Book 2 還有兩本Elective Part 為什麼我會說這本精讀好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厚度 整個syllabus你要溫的東西 其實DSE前一晚是可以溫的 如果用這本文章 它是這麼厚的 其實這本書有什麼好呢? 它其實是Crop out了很多教科書裡面沒有用的東西 它只是列了你一定要知道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AIM Level 4 Level 5 你熟讀了這本書裡面有的東西 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為什麼我會不喜歡教科書呢? 其實教科書買了我會看的 我在學校老師教每一課之前 其實我一定會先看一本教科書一次 就是做余集 但我覺得教科書裡面的內容 其實都很重複 很累積的 所以我除了余集之外 我基本上就是會把教科書放在一旁 我基本上不會再看那本教科書 那之後我就是看這本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這樣 是AIM Level 4 你不可以只靠這本精讀就算的 你自己也要有些努力 所以你會看到 我本書 基本上是畫到花了 就是有很多我自己的 remark 在那裡 就是我做完試卷的時候 可能會有的remark 例如可以看到 譬如這本書這裡 它是有一個microscale experiment 在那裡 我之前做past paper的時候 我就發現 可能我看到有個問題 問你對於microscale experiment 的好處是什麼呢? 那我就抄回marking scheme 那些答案 就寫在這個posit那裡 那裏 列出來 那又或者 那又或者 就是呢 這本書裡面 是沒有列到一些 electrolysis application 但是我發現 做師體的時候 無論是CE還是DSE 它還是經常有出道 問你daily application方面的東西 所以呢 我自己這裡就特意加了一頁 就是寫一些關於application的東西 那還有很多類似的 就是我整本書 是畫到花了的 就是好像這裡說 Titrometric analysis 它的advantage和disadvantage 教科書沒有 這本精讀沒有 我自己是會寫在旁邊 就是我做完事體之後 我就寫在旁邊 那我基本上呢 去處理這幾本筆記 都是用這個方法 那它就會成為了 我的終極精讀 就是我考試之前 我是不看其他任何材料 我只是看這幾本 我考DSE前那晚 我很記得 我用了半天的時間去看這幾本 那大家之後有的問題 應該就是會問 到底有沒有什麼chemistry 的練習可以推薦呢 好老實說 我覺得 甚至是AIM拿五星 或者五星星的話 其實如果你做熟了二十年CE的PP 和某部分A-level的PP 已經很足夠了 那就寧願做熟一點的 那些past paper 都不要硬做很多坊間的練習 那我多數就是 在中四中五的時候 學校會教完一個topic 我就會做那個topic 的by-yearCEPP 那MC和LongQuest都會做 但是不是說做完就算 而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記錄下一些 你錯了 或者不確定的題目 其實記錄下不確定的題目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MC 因為你錯了的題目 你會很深刻 你錯了一次 你下次就記得不要再錯 但是反而是一些 你不確定的題目 你那次撞對了 你未必下一次都會適合 所以我就會選擇去記錄下它 那我不知道大家 做卷的方法是怎樣 我以前就是把東西 放在Google Drive 那裡 然後就對著iPad的螢幕去做 寫一些答案在八指上 然後就對答案 所以我多數的方法 就是在iPad那裡 如果遇到一條題目是不確定 不懂做 做錯了 我就會是 screen cap了它 然後就放在notebook那裡 就是有question 我想iPad應該有很多類似的app 我用這個app應該是叫做 Penultimate 那我就覺得這個app 不是特別好用 不過我一開始就用了它 所以就一直用的 那我就會把題目 crop了之後就放在這裏 那就是question 下一頁 我可能會拍了marking scheme 或者拍了join us MC的solution 就放在下一頁 那當你第二次做了 past paper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浪費時間 在一些你已經懂得做的題目那裡 而是你一看這本 其實你已經會知道自己之前錯過些什麼 不確定些什麼 不懂做些什麼 那你就是針對性去做這些題目已經足夠了 要不然你不斷重複再重複 去做一些你已經懂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什麼意義都沒有 是純粹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另外一樣想提到的事情就是 很多人去做past paper的時候 很喜歡做完整個topic 整份才去對答案 我自己就prefer是 你每做完一題 就馬上對回那一題的marking scheme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做完整份才去對的話 即使你錯了 你很難去notice 或者你已經忘記了 你到底是脫了哪個point 但如果你做完那條題目 你是馬上去對答案的話 你會記得深刻一點 就是你 exactly 漏了哪個point 所以我就建議 你做完一題 就馬上去對一題 中四中五那時候 就是做by topic的past paper 去到中六的時候 應該是by year去操練 我一樣是做CE20年的PP 很多人會說 計時很重要 但我自己那時候 就是沒有計時 因為如果你做by topic 那時候做得熟 其實by year 你會剩下很多時間 可能是一個小時的限時 你半小時都不用 就應該會做得完 所以我那時候 養成了一個身邊的朋友 都說很變態的習慣 就是我會在車內做past paper 由於我剛剛說過 我會把past paper都放在google drive 所以我會在車內 開past paper 如果在MC方面 雖然我剛剛說過 做一題對一題的成效是最大的 但我覺得MC 做完整份才對答案 都還可以的 即是你一看JoinDesk的解決 你應該是會 recall你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 下載了一個叫做 upat的app 我記得是要錢的 但應該有類似功能的app 是不用錢的 那它有什麼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匯入pdf 即是由google drive回入 然後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畫 即是你可以圈答案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畫 圈答案 那我就會圈整份 之後我回到學校 或者回到家 即是一個可以承下來的地方 那時候我就一次過去對答案 那樣的 但是long quack 我也是覺得 即是 你做一題對一題的成效才是最大的 那我就覺得 你在車裡做的時候 因為你by topic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知道 這些題目在做什麼 即是你那個process 只不過是想加深印象 即是你再做by year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的方法就是 我download了google drive 和quick office 你開兩個app 在google drive那裡 可能就開那個question paper 那我的方法就比較省時間 即是我不想每次 其實做by year的時候 你至少是做你的第二 甚至是第三次 所以我就prefer 可能我對著題目 然後我心裡 我就不斷想回答案是怎樣 然後我想完答案之後 我就不寫下 我就直接對答案 那我就會開 quick office裡面 就是開了那個marking scheme 那就是在google drive那裡 看了一題 想了答案 知道有哪幾個point 自己會答 然後就直接去看那個marking scheme 那你就會立即知道 到底自己是miss了哪個point 這樣做好像很傻 就是你對著題目想 但是你做了幾次 你會發現 其實你想的時候 你miss來miss去 都是miss那些point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方法 是很實用 尤其是如果你的 你家裡來學校是遠的 或者甚至 可能你去到中錄的時候 還有很多活動想做 然後你如果每次做到 第二、三、四次的 那個paste paper 你也是每次都寫完 在一張紙上 其實都挺花時間的 所以我自己就會 prefer 可能在心裡想了一個答案 然後就去看那個marking 看看自己是 究竟是漏了哪個point 那我記得我by year 方面 chemistry的paste paper 20年大概 by topic 就做了一次 然後就會不斷 趁空閒的時間 我就不知做了無數次 我自己錯過的題目 因為你錯過的題目 或者不確定的題目 不會太多 就是compared with 你真的做20年 全部的題目 所以很快做得完 那by year方面 我想我就做了大概 兩、三次左右 那就差不多了 至於A-level方面 我只會做一些 CE模的topic 例如是Enthlopy 那些 你CE一題都沒有 只會在A-level那裡出現 那我就會做 By topic A-level 的exercise 那 我想大概 都是十幾年 左右 但是如果是CE 已經有的topics 例如 Electrolysis 那些 那些 那我就不會做A-level 因為我覺得A-level 那個難度 其實是完全 偏離了DSE 所以我覺得 做熟了CE 已經足夠了 那 講完chemistry之後 我就會分享一下我Biology 是怎樣讀 那 好像剛剛這樣說過 Biology 我是會由零開始去寫自己的筆記 在學校每教一課之前 我都會先看一本textbook 而且我也有買大家都很有名的恐龍書 看完恐龍書和textbook之後 我就會寫一次筆記 那次的筆記就是一些 我隨便找一些A-level A-level 那一份 就不是我最後會溫的筆記 純粹是讓我自己去加深印象 那之後上課的時候 我就學了一個 是我那時候 把握老師教的方法 那 instead of 真的寫一些很詳細的notes 其實我在每一課的一開始 我去寫notes 我都會有一個 類似outline的物體 那它就是類似一個mind map 那例如這課photosynthesis 那這個mind map 其實就不會很詳細的 例如what的話 我是不會寫到底它是什麼 或者what cells的話 我是不會寫到底是involved 什麼 cells 那這個outline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告訴我 我看這一課到底有什麼要學 例如可能photosynthesis 裡面light reaction where process starting substance and products 在這個outline裡面 就是寫得這麼brief的 那 至於仔細的東西 我會在後面才寫 例如light reaction 剛剛講過的where 我才寫thylakoid 然後有什麼process 寫在這裡 然後可能 starting and ending substances 然後也是寫在這裡 那為什麼這個outline 是這麼重要呢 因為呢 你去到最後溫習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對著這個outline 然後問自己 懂不懂是什麼 譬如 你就這樣對著這個outline 它沒有寫到些details 那你看light reaction where 你看自己答不答到 那個process是怎樣 你可以塗在那張白紙那裡 然後 總之就做完這個outline裡面 所有的事情 那就OK了 就是你確保自己的basic concept 或者一些一定要背的東西 你是有背的 那至於真的詳細去寫筆記呢 首先第一個方法 我就是很喜歡去用tables 那樣 例如可能說blood cells的話 red blood cell white blood cell 和blood platelet 那樣 譬如它的shape nucleus color size function whatever 那我都是會用一個table的方式 我自己呢 就覺得比較容易去寫的 那 那 你要看到 就是盡量用多些tables的話 其實是省到很多位的 因為呢 你看到 其實我這個已經是整個dse的syllabus 在那裡 但是我自己的notes的厚度 都是這樣 就是我dse前那晚one的東西 就是這裡 那所以就很快可以 go through整個syllabus 這樣 那 那說到去做 past paper 方面呢 其實呢 很重要的就是把 就是把 就是把 是一個很marking scheme based的 的課目 很多時候呢 你懂得 一些concepts 你背了一些東西 但是你是會答不中 那個marking scheme 的 因為它的marking scheme 很多時候很差 就是你三四分的題目 你怎麼答 一定會答到兩分三分 但是總是會脫掉一些東西的 就是因為呢 它每一年那個marking scheme 都未必是全面的 那 就是譬如 可能它如果它問你 可能 一些structural adaptations 的 這樣 它可能有一年的 past paper 它列了兩個point出來 就是說 可能large diameter 或者是hollow tube without cross walls 這樣 但是另外一年的題目 它又有一件新的東西出現了 可能就是 nignified and thick cell walls 這樣 就是provide rigid support 就是這類東西 它很多時候 是同一年的past paper 裡面是未必出現了 那麼多個point 的 變成你做你那年的卷 的時候 如果你只不過是回答 某一個年份的marking 下去的話 你是會拿不足那些分 所以在做notes的時候 為什麼要做notes 就是因為這樣 你是會將 譬如它有幾年 都是有問到 Sylum的structural adaptations 那我就可能會把point 綜合在這裡 即是你做了多少past paper 你所見到possible answers 你也有理無理 你寫在你的notes那裡 那到時 其實如果你是做得熟的話 我剛剛說過 你做DSE的papers 你會有很多時間剩的 所以你寧願回答多 都不要回答少 那如果你是可以把一個 最全面的answer 已經寫在你的notes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確保 你到時回答問題的時候 可以命中的marking scheme 命中得多些 那另外 在做past paper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時候 同一種question type 尤其是你做by topic的past paper 你會發現 不斷地出現 那例如 可能說 genetics裡面 他問你 which character is dominant or which character is recessive 你會發現 他每次都是問這些題目 給你一個pedigree diagram 然後就叫你去說些individuals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這些題目 每次都是有一個formula 你做了幾部曲去答 就會整理一下marking scheme的分 在這裡宣傳一下 大家如果想知道不同的question type 怎樣去tackle 我很難在一段影片裡 就講完每一課 哪一種題目是有什麼sql 所以我就做了其他影片 大家可以在我頻道裡的其他影片 我都會陸續去上載一些關於 specificquestion type 每一種應該是怎樣回答的 一些skills 去到做past paper方面 好像剛剛CAM一樣 我都是做20年的by topic 每教完一個topic之後 之後就去到中錄的時候 再做by year 不同CAM的就是 我覺得大俄的A-level 是非常值得做的 當然有不少歐斯的題目 可能要老師選出來的 但我當時 因為我覺得A-level的CY 是出得很好 而DSE這幾年 我覺得除了第一年之外 其實這幾年的趨向 都是多了experiment 多了一些你真的要 由principle去想的東西 不是就這樣背就OK的東西 而A-level出題的CY 其實我覺得是很貼近這種模式 所以我當時 是even outC的那些題目 我不會做的 我都是會去看它的marking scheme 那A-level方面 我想我大概做了15至20年左右 我覺得even outC的那些 你看一下它的出題的CY 是怎樣都沒有壞 我想我by all 做的次數by topic 我想我做了兩三次左右 然後by all 做了兩三次左右 是做得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 你做得越多 你印象越深刻 一樣 我也是會MC 那些 因為by all 很容易錯完又錯 每次錯完之後 我也是會忘記自己錯了些什麼 所以我也是會 不斷坐車的時候 就是做by all 的MC 至於在額外的練習方面 其實如果白鵝真的要推薦的話 除了past paper之外 我覺得這個系列都值得推薦 因為我很多書都已經賣了出去 或者送了給別人 所以我就只剩下圖 這個應該跟恐龍書 是同一個作者寫的 我就覺得它跟past paper的模式出得好似 而且有時past paper 你也知道 甚至它出了二十年 它也可能有一些洞洞洞洞洞 是不能夠遮蓋的 這本書就能夠遮蓋 那它就 long quad方面 應該就有四本 我如果沒有記錯 對 它就一 然後第三本 是這樣的樣子 對 應該書局都有的 就是Tackling Problems in Biology for the HKDSEE 另外 如果NC方面 也是 如果你做CE已經做得滾瓜難熟 然後有些洞洞洞 想試試一下自己 我覺得可以買這幾本 是TACKA 然後是Biology Multiple Choice 我記得 價錢也好像挺便宜 然後就有三本 它裡面是 加起來應該有幾千條exercise 同一個topic的事情 它會不斷地問 如果你有多時間的話 你可以做這一本 但是我想提一提 就是 這本應該也有少少是歐斯爺 不過 我就覺得 如果想不斷地操練的話 然後 這幾本 性價比也挺高 因為它也挺便宜 又有很多題目 還有它 多數的題目 都是有那個explanation 在這裡 那我呢 我自己的推薦 基本上就是 20年的CE 10年的A Level 如果做熟悉剛剛我講的東西之後 都可以做TACKLING PROBLEMS 那一本 或者是做TACKER 這幾本的MC 最後 就來到econ方面的分享 其實 其實很多東西都跟剛剛那兩科重疊了 那其實 我也覺得 都是做PASS PAPER 是那個重點 尤其是econ 因為它每年的CUTOFF都很高 所以 基本上 是要做MARKING 才可以拿到五星 五星 那 econ呢 首先 我也是會自己去寫Notes 因為我也是覺得 教科書可能有很多支節位 其實是比較累積 譬如它列了很多examples 那不是說 examples不重要 而是 你明白了概念之後 你不需要 第二次再浪費時間去看 那些examples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本Notes 那也是 涵了整個syllabus 我本Notes是很薄的 對 是很薄的 所以 也就是DSE考之前那一晚 也只是看我自己的Notes 就OK的了 那你見到 譬如 我一課的Notes 其實只有1、2、3版 那就已經是一個chapter 那 重點也是 有些 Question Remarks 一開始 我是用手抄的 之後我就覺得太浪費時間 所以就用回剛剛我說的 CAM的方法 就是 Screen Cap 做好一條題目 之後就 Question and Answer 這樣去看 那 你會發現 其實 ecom的Question Type 也就是 出來出去都是那幾款 無論是MC 還是Longcraft 再宣傳多次 又是 我陸續都在上載一些 關於ecom 不同Question Type的 一些影片 在我的頻道 所以如果大家想 詳細看哪種Question Type 都可以 按進去看看 我自己覺得 ecom做MC 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做MC 是完全稱之為Concept 我當時的做法就是 看完 也是在教學之前 看完教科書一次 之後 我不管自己 能否明白 所有東西 我已經會拿 CE By Topic C20年去做 做的期間 你不明白一題 就看一題的Solution 不明白一題 就看一題的Solution 我覺得 這個方法 是學得快 過 你Passive Learning 因為如果你去做 一條MC的話 你其實是Active Learning 你才測試到自己 是不是真的 不明白那方面的東西 所以 我的方法有點奇怪 我未理自己 明不明白 我已經會做了 那份MC 很多人會覺得 你要明白所有的東西 學完所有的東西 之後去做那份 Past Paper 才不算浪費 但我自己覺得 其實 只要你用得OK 你對自己是最大的幫助 最有效 那你就不會浪費了那份 Past Paper 當然我覺得 譬如我是一五年考的 那我留一四年那份 可能是我真的去考之前 那一兩天才去做 那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除了你考那一年 之前一年的Past Paper之外 我覺得其他的做法 都不會浪費了 還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MC 可以做很多次 還有 又好像我剛剛說的 CAM的方法 不確定的東西 都要記錄下 或者Screen Cap 然後不斷地去做 那我Econ的MC 我記得二十年 我好像做了六七次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就是做了很多很多次 至於LongQuick方面 我覺得Econ 由於分數多數都是 很多條都是兩分 三分的題目 所以更加可以用 我剛剛CAM的方法 就是在Google Drive 開了Question Paper 之後 你會看到一題 你在腦袋裡想完答案 之後 你就開了Google Document 然後馬上對 Marketing Scheme 無論在E3科 哪科 也好 其實看它那一年 的Marketing 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 會去看 JoyntX的Solution 我就覺得 沒有那麼好 因為它無法展示 給你看 Mark distribution JoyntX 總之不是官方的答案 所以我覺得 沒有那麼好 至於在Econ的A-Level方面 我大約做了五至十年 A-Level的字題 不是每個項目都會做的 都是主要做一些私事務的項目 例如Elective 1 Elective 2 PBF Price Discrimination 那些應該都是私事務的項目 可以做的就只有A-Level 和DSE12131415的Past Paper 所以我就有做A-Level 但是其他那些項目 我覺得A-Level的難度 又是偏離了DSE太多 所以就不建議去做 如果真的問Econ 有沒有什麼練習好做呢 我就會推薦這一本 應該是Longman的 Exploring Economics Exam Practice 然後應該有六本 是跟他的教科書 其實我那時候學校 都不是用這本教科書 Anyway 我都買了 又是我那時候老師推薦我買 那這本教科書 其實裏面的題目 都挺有趣的 很多同學都說 不想做這本 因為我一開始自己都不想做 因為他跟Past Paper 看起來分別很大 不是你一般Past Paper 會遇到的題目 但這就是做這個系列的原因 因為你也知道 其實每個Econ 你做熟 譬如Past Paper 你20年做了兩三次 基本上都會中到一個marking scheme 但是它的Cutoff 年年 五星星的Cutoff 都是去到92-93% 是很高的 所以當你做多些怪雞題目的時候 In case他DSE真的出 尤其是這幾年 真的出多了怪雞的題目 他一出的時候 起碼好像都見過 你會應付得好 過沒有做過這些怪雞題目的人 所以我覺得 都挺推薦這個系列 但除了這個系列 如果你要做一些很typical的題目 我就寧願說 做Past Paper 會比你買坊間的練習 還有 有一件事 就是到底應不應該 讀完E1和E2 很多學校可能只教E1 沒有教E2 你會問 應不應該自己自修 我當時的學校 E1和E2都教了 但是 我建議 就算他只教了一個Elective 我自己去做的方法 就會學習另一個Elective 這就要看看 你是否做得快的人 因為我Econ的時候 會做得很快 譬如 一份MC DSE 60分鐘 其實20分鐘已經做完 那 Long Quack 總之 它的限時好像是2個小時15分鐘 但是你1個小時 基本上就會做完份卷 所以 其實 你剩下這麼多時間 你也是檢查卷的 即是檢查完卷 都還是有很多時間 所以我會學另外一個Elective 你做兩個Elective 它會計算你高分一點的那個 譬如 16分 15分 你一個 10分 一個14分 它會選擇你14分 所以 為了確保得到最多的分數 我就會學兩個Elective 以及 考的時候都會做兩個Elective 今天的分享 關於 Chemistry Biology 和Economics 基本上就是來到這裡 在這裡再宣傳多次 大家可以 點擊我其他影片 看看 我會 比較詳細地去教 每一個Question Type 應該是怎樣採取的 因為這段影片說的 都是一些很普遍的 Study Habits 或者我自己的Learning Routine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中六的大家 請你們加油 考好DSE 拜拜